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说起缺钱,很多人呢,现在很多人感觉自己都很缺钱 毕竟想要的东西太多,而赚到的钱财却十分的有限 这样一来怎么会不缺钱呢 但是每个人缺钱也有所不同 有些人是会因为赚的少 有的人呢,所以才缺钱 有的人是因为花钱太多,所以说缺钱 那么因此每个人缺钱的原因是有极大的差异的 想要知道自己为何缺钱 那么可以看看自己双手 从手向角度来分析看看自己究竟为什么缺钱 这样也方便为自己及时补救 对于生活或许会带来一些帮助 第二个呢是小指上翘 赚钱比较少 小指往上翘啊 这种人呢一般心思比较细腻 但是也是过于太细心的 以至于在赚钱方面是以稳为主 这样的人呢,虽然经济来源比较稳定 但很难赚大钱 也就是因为太过细心了 显得比较胆小 当遇到一些机会出现的时候 不能够好好把握 这样一来会错失良机 以至于难以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那么对这样的人来说啊 如果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 或者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一旦发生某些事情 或者需要买什么大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很缺钱 第二个呢是指缝比较大 指的缝隙比较大 手伸直并龙之后 如果是指缝比较大 这样的人一般破财 漏财的风险比较多啊 难以拒财 所以说或许你平日里赚的不少 也有一定的积蓄 但是生活当中呢 总是会发生一些意外 以至于钱财 因为这些意外而流出 最终导致自己的积蓄啊 急速的缩水 这样呢 这样一来的话 结果就是自己依然很缺钱 这样一种事情呢 总是让人感觉很无奈 给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毕竟意外总是无法预测的 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钱财啊 就是因为这些意外而流失 难免让人感到有些委屈啊 第三个呢 是财运线深 花钱比较多 财运线非常的深刻 财运线比较深的人 虽然命中财运不差啊 赚钱也不少 但是这样的人呢 大多数是比较豪爽大气 所以花钱方面也是大手大脚 这样一来导致他们赚钱 再多也不够花 而且他们也很要面子啊 这样一来导致他们财运线 比较深的人在生活当中 会为了面子而这个花钱 如此一来呢 赚的钱呢 根本就存不下来 等到自己需要钱的时候啊 也拿不出来 如此一来呢 就平时赚再多 一样还是会缺钱 好了有关这几种这个缺钱的这种文路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药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